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二字词呢 这两个字组成的就是读逼伯 就向人施加压力呢 就为之逼伯 这个就是读逼字 这个就是读音的 读逼字 这个字的正音应该读伯字 但是呢 很多时候呢 因为这个字比较常用 好像譬如任务紧伯 正音应该读伯 但是现在很多人呢 读读都读紧逼了 还有很多其他的词是有这个伯字的 譬如说 伯徹 伯不及待 伯在眉睫 作为紧急的意思呢 是英语这个字 但是呢 现在习惯上呢 人们读逼字了 如果你读这个伯在眉睫 人们可能就 哎 你在说什么呢 以为你读错 另外这个字呢 这个逼真的解释 向他施压的意思 所以这两个字呢 也有近似的意义 而迫伯这个词语呢 是一个所谓叫双声词 就是两个字都是 都是B字开头 这个逼字呢 也都有它的用法的 不是所有用法可以跟它通的 不是的 但是 逼字很多次呢 后面如果跟着一个名词 就是作为它的所谓宾语呢 就用这个字的 譬如说 这个寒气逼人 你逼人太甚 逼人一定用这个字 不会用这个字 逼债 逼租 即是后面跟着一个名词呢 就一定用这个 逼字 就不会用这个字 所以两个字呢 本来是分开的 但是呢 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时候呢 就是用到 这个 白字的时候呢 它的意思呢 是跟这个 逼字接近 于是呢 就将它读成个 逼 就必成 逼切 紧逼 逼在眉截 就是这样解释了 本来两个字是分开的 如果以普通话来计算呢 就不会混得乱 因为普通话这个字都是一个读音的 是什么意思呢 谱 第四诗 所以这个 简谱 紧逼 是这样 就不会读了这个 逼 这个字的 所以这个 在悦音里面 现在就 习非成事了 就将这个字呢 读成 这个音